第三十二级 李渊的部队就像滚雪球一般 两个月便发展到十三万之中 尽管如此 河东城高而且艰险 地势又险峻 再加上首相驱途通 不仅有一副中肝义胆 又特别中手长持 李渊连连发起猛烈攻击 均以失败而告终 冷风秋月里 李渊在帐外徘徊着 通宵达丹 终无良策 他困倦至极了 何一睡下 一会儿醒过来天色已经亮了 李渊吩咐召来众臣 商议应对之策 进攻河东 李世民部下伤亡很大 他冲锋在前 险些被城上的案件锁伤 眼看着自己的士兵 纷纷填进了河东 护城河的沟里 李世民非常伤感 当父亲在月下徘徊 苦苦地思考的时候 李世民也独立窗前 远眺沉思 河东城池兼顾 久功不下 这么下去 我们不但死伤惨重 还容易涣散军心 秦贼先进往 如果现在暂时放弃河东 直接去取长安 对我们肯定会更加有利 如今我们一路南下 所向披靡 长安的随军 早已经是文风丧胆 我们在这种情况下 前往突袭 长安会比较容易拿下来 而反之 如果我们僵持在河东 而且久功不下 一定会使长安的首敌 增强信心 到时候 要夺取长安 就会增加很多的困难 顺着这条思路想下去 李世民的心里 渐渐有了底儿 他伸个懒腰 走进卧房 想到了长孙氏 自他结婚以后 一直有很多事情啊 他总是与他巨少 离多 不能厮守在一起 这更增加了他对他的眷恋 逃出临出门的时候 媳妇塞给他的一方私捐 李世民深情地忘了许久 仿佛是看到了长孙氏 那张俏丽的脸蛋 张孙氏啊 我真的好想你啊 李世民喃喃地说着躺下了 把这方私捐盖在自己的脸上 他虽然已经成为军中统帅 指挥着几万人的部队 可是他毕竟还太年轻啊 在离开了他的部下 离开了他的将军时 他常常会想念他的亲人 想念他的母亲 而今更多的是 想念他的妻子 长孙氏 在方私捐下 他想到了他温润的身体 想到他红嘟嘟的小嘴 感觉在体内还涌动着一种激情 李世民终于进入梦乡 当他正在与长孙氏缠绵的时候 听到了大哥的呼唤 他紧紧地搂着长孙氏 极费力气地想告诉大哥不要进来 可谁知嘴张得很大 就是出无聊生 他着急了 一用力终于喊出了声 也睁开眼睛 却看见大哥站在自己床前 二弟啊 睡得这么熟啊 一定是刚刚睡下不久啊 是啊 李世民答应着翻身下床 大哥 想工程的事吗 是啊 可有两侧 有一些想法 走 父亲召集我们去打大仗 一定是商议工程的事 兄弟俩 走进李渊大仗时 裴继等一班大臣早已到了 李渊等他兄弟二人坐下 开口说 今日 请诸位来 是商议 进攻河东的事 谁有两策 就先先说出来 李世民听了 狄克站起来说 依我看法 不如 暂时放弃河东 只取长安 然后 他有条不紊地 弹出自己昨晚的想法 非常自信地看着父亲 又看着大哥 裴继在一旁 听了李世民的话 急忙站起身 哎 此事万万不可 虚图通平显固守 一心 效忠随晃朝 我若放弃河东 去攻长安 他必然舍命救主 来袭我身后 即使我军父被受敌 必先困境 欲进不能 欲退也不能 所以 如今之良策 只有攻下河东 再也没有后顾之忧 方可一举 而拿下长安 李世民听了 去看父亲 只见他微微点头 心里不觉得一急 冷汗从宽阔的额门上 一排排的浸出来了 身旁的长孙无忌 见李世民宽阔的额头上 冷汗一排排的浸出来 急忙掏出一方丝帕 递到他手上 李世民把丝帕推回去 对长孙无忌摇了摇头 在长孙无忌不解的目光下 李世民从怀里 掏出了一方洁白的丝帕 掏出了长孙氏 在他临出门的时候 亲自塞进他怀里的 那一方丝帕 李世民充满感情地 望了望这一方丝帕 小心地抖了抖 缓缓地擦着额门上的寒珠 他仿佛闻到了长孙氏 身上那松人的清香 一颗着急的心 渐渐平静下来 他这才发现 对于裴继的话 父亲虽然微微点头 表情却还是很凝重 正在煞费苦心地沉思着 李世民知道 这说明父亲对裴继的话 并不完全赞同 心里还有不少的疑点和顾虑 顿时李世民有了信心 他再次站出来 冷静地分析 兵法曰 兵贵神速 我军从太原出发 一路攻城掠地 所向披靡 使得军心大阵 众望所归 也使得长安敌人 为之震惊 守城将士 惶惶恐惧 若趁此良机 一股做起西攻长安 肯定比河东取得 还要容易 长安是大随京都 是我们此次挣战目的 虽然 冒着父辈受敌危险 又有何所怕 反之 倘若我们 久困于此 必然挫败我们锐气 又增长 长安敌人信心 到时候 再去攻占长安 恐怕 就不那么容易 李渊听完以后 不由得点点头 李世民见了 信心大增 然后提高嗓音 更主要的是 对我们来说 长安与河东 孰中孰清 非常分明 所谓 秦贼先秦王 曲突通 坚守河东 是为了忠于随朝 我们端了他脑巢 他自然是六神无主 到时候 必然是一击击快 更何况 就眼前而言 关中群雄敬起 一心向我 举翼之军 曲突通 但是对他们 都来不及 哪里还有精力 来袭击我后 替长安解围呢 李渊听了 面色渐渐开朗 朝着李世民赞赏的点头 带着微笑 再次陷入沉思 世民的分析 已显示出他高人一筹的谋略和胆识 真要替他高兴啊 世民看到了长安的空虚 看到了此事攻打长安 比夺取河东更容易 也看到了长安比河东对我们更有价值 一举功课长安 可陷敌人于被动 达到我们的目的 这点 裴激想得不够 可是 裴激的分析 也有他的道理 河东的力量 不可低估啊 曲突通对隋皇朝的忠心 更要重视 我们如果现在放弃河东 奔袭长安 曲突通必然要来加进我们 世民轻视这一点 裴激 却又被这一点蒙住了眼睛 看来 我将二人意见中合理的部分综合起来 我就一定能赢 李渊这么想着 脸色越来越开朗 终于 他捋了捋胡须 哈哈地笑起来 现在我命令 裴激与刘文静 令偏师留下 继续围攻河东 给我牢牢地牵制住 曲突通的兵力 明日深夜 左中右三军 西进关中 夺取长安 李世民听了 眼睛一亮 他想起了父亲曾对他说的话 打仗是玩命 只能赢 不能输 你赢了一百次 哪怕只输一次 你就会前功尽弃 就会送命 因此 对每一场战事 你都必须深之又深啊 尽心去防止那些 可能出现的万一中的万一 想到这里 李世民在心里喊呢 还是父亲高明 想得逼我周全 我在多大一面时 一定要多多听取他人意见 把方方面面的厉害得失 都要考虑清楚 然后再做决定